桃園藝文特区豪宅林里 对于大屏树规划相当拿手的张静峰设计师 在风格的掌握上 总是能够细致到位地 颤抖出美味屋主的特质 而今天这个以现代奢华为主轴的空间 每一处的精准比例 都是堆叠大宅气势的重要环节 总监其实今天这个风格 刚才你有提到是现代奢华 可是我发现你的现代奢华 在整个设计风格里头 你有几个主题连续的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出现 因为现代奢华的东西它不比新古典 新古典可能会强调那个框对称的东西 那我们在现代奢华的整个设计当中 我希望说做一点不等距 或者是非对称的设计 那这种非对称的设计 就很重视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量体之间的砍接 所以我们往往会抓几种量体 然后呢这几种量体都是我们为了表现空间 而设定的材料啊或者是材质啊 其实就是去营造今天整个现代奢华的一个主角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奢华的这一个用词上头 你的奢华运用在哪一些空间可以帮我们点出来 奢华的东西呢用得好的话它其实增加很多的材质的加分 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说奢华呢就是可能叫做低调跟奢华的平衡点 那所谓的低调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比例分割做得很漂亮 那不会凸显说某一个材质的一个特殊性 可是呢奢华呢我们希望说把材质的那种亮点给表现出来 比如说食材我们用一些会有贝壳化发光的这种 或者灯打下去它会有一个反射状的这种食材的亮面食材 那木皮的部分我们用那种比较深色的黑毯木 那黑毯木呢它很适合做亮烤 亮烤做完的黑毯木呢它会更加的那种奢华感 所以其实材质的运用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还有这个水晶灯我发现也相当的大胆 因为我觉得它好有气势好大块的面积 对因为一般设计师在用可能他不敢用的太大 他可能会抓一个一定的比例 可是事实上呢你要凸显那种奢华感呢 其实在灯具的部分可以大胆的去把它适度的放大 放大的一个灯具呢事实上让整个空间 尤其是大空间它才会显得它的大气感 我觉得今天这个空间总监非常的用心 我觉得空间的配置上一加四口 但是呢是个三加一的空间配置设计 那当初是怎么样去规划出这三加一 因为它原本的格局呢就已经是吻合男女屋主 然后两个小朋友 就是男孩房要两间的一个空间需求 还要有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要有鞋柜间啊 还有神厅啊 还有储藏室啊 佣人房啊 还要增加一个书房啊等等 那我们从空间当中依照它的特性呢 可能就是从玄关我们可以切出 去吃一点原本的所谓的神厅 那神厅不用那么大 我们切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鞋柜间跟佣人房 我们储藏室 对 那利用它原本呢有一个中介空间 就是转进到三个房间的一个中介空间 我们去放大它 就是我们退一点主卧的空间 就拉出来一个很舒服的读书的书房空间 今天的收纳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法来打造收纳 对 除了储藏室以外呢 其他的柜体的部分呢 我们先做一些所谓的量体砍接的一个安排 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分割呢 我们希望说整个收纳面呢 不要太死板 那首先呢 我们有一些比例分割呢 去切开一些柜体以外呢 我们希望从一个完整的柜体 再去破出展示的想法 现代化的设计它一定要有设计感 它一定要破除一些死板的面 去增加所谓的设计的趣味性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总监的强项 兼具的使用性又有美学 是 今天走入我们的玄关大厅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空间很大气 而且就由我们今天的现代奢华的元素 呈现在空间当中 对 在立面的部分呢 我们因为要解开那个 就是有鞋柜间 还有储藏室保姆房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先做一个垂直分割 那运用茶剂呢 还有亮烤的黑毯木 来做交错 那交错开来呢 它会有一些错落的感觉 就是哪一个才是针的门 哪一个是墙壁 那也增加了我们要达到一个所谓的奢华的效果 对 所以在我们前面的端井的部分 你也用了食材的比例大小来创造它的层次 对 因为在端井的部分 我们加大了它的长度 那加大长度的部分呢 这个端井呢我们是用一个安格拉珍珠的食材 来做比例分割 比例分割呢我们用一个大的V勾来做 做不等剧的一个比例分割 去创造出它的生气感 嗯 确实我觉得那面墙就很有气势 然后很有张力 端井的后面墙其实本来是一个大株子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大株子被我们 整个被包覆掉之后就不见 所以我们利用收纳跟所谓的挖空的一个视觉效果 就是说我们整个大株子被包出来是一个收纳柜 那这收纳柜我们还是用一个黑毯的一个木皮 来做一个柜面的材质 可是呢我们中段的部分呢就把它挖空 挖空之后我们再用银壶来做整个框 再打灯 那它就会有一个大量体被挖开做展示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天花跟我们的地瓶 我觉得它也很有设计 也有这奢化的元素出现 对 在地瓶的部分呢 我们先做一个一样安格拉珍珠的一个底铺 然后我们用水道切个一个花的图腾 再绕个框 那其实这个图腾的一个拼接呢 都是不对称的 就是说利用图腾跟框的一个砍接 也是一个砍接的手法 去呼应到我们需要掉一盏吊灯 那吊灯位置我们特别去做一个上升 上升之后我们就可以掉更大盏的一个水晶吊灯 对 如果这个地瓶我觉得它是有小小的玄机 它可以引到我们这边沙发后面的背墙 那我觉得沙发背墙它的纹路其实也有很多 对应的这所谓的层次丰富感 对 因为整个地瓶我们延伸进来都是一个食材面 那食材我们整个在大领域的部分呢 全部是用旧米花去做所谓的拼贴 然后再做金化 所以让它的那个奢化的亮面感更加强 那重点在于整个沙发背墙呢 我希望说它是有一个所谓的类似屏风的效果 我们选了一个地诺的食材在背面做三组的V型拼接 因为它鞋纹的效果能够达到所谓的立体的屏风效果 那再来就是它对应的这个电视墙 我发现你也用了一些不同的手法来创造 对 食材的部分呢我们用银壶 可是银壶我们做了不等矩的一个V型钩 做一个不等矩分割 分割完之后它会变得比较有趣 不会那么的石板 可是它的纹路呢全部是对话再对回来 底墙的部分是一个黑毯 那底墙门片跟底板的部分跟我们的银壶之间 会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进退面做砍接 利用这个进退面的时候我们再去长灯 那我们整个电视墙有一个重要的称放台呢 再砍一个大理石 这大理石让它跟整个量体砍接的时候 有一个突出来的一个破空间的效果 对 那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就是说 让我们在立体砍接的时候它的奢华感啊 还有我们的比例分割跟设计感会回来 所以其实我发现总监你运用了这所谓的大小比例 然后交错感来进退的尺度 就创造出了这个空间 它自己独特的一个运会 是 借由客餐厅 厨房 一气呵成的场域 加强视觉延伸感 而全幅开口的厨房进出门片 设计师也体贴地采用自动的设计 让屋主出入时都相当便利 在我们这个非常华丽的餐厅空间 我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一排 有很多的收纳是隐藏式的 那当然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你交错了一些展示空间 对 通常餐柜它收纳很重要 那我们在收纳的过程会有一些把手 还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在做垂直分割的时候 刻意做一点斜面跟垂直线条 那一方面可以有把手的位置 那一方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说 破出一个展示的位置 那展示的就是我们用铁键 石材 还有一个木座的基地 然后长灯来打 它灯光一打的时候 它本身它石头是带一点贝壳花的花钢石 所以它那个贝壳花会反光 然后里面还带一点金点 那石头我们称之为宝兰钻 那我发现其实你有在空间里头呼应这个食材 因为像我们的餐桌也是有着宝兰钻 对 那餐桌的话 因为它还是一个这个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角 所以灯光打下来我们希望说它的贝壳的话也会被呈现出来 增加它所谓的我们在这边用餐的奢华感 而且我觉得它漂亮的地方是不同的角度 它就会出现不同的这个兰花出来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面的这所谓的收纳陈列 我觉得你就有运用你的交错跟进退 餐厅这个面呢完全是一个美感的呈现 因为我们希望说整个面呢它不要没有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收了一个抽屉柜来当它的量体 那整个墙面呢我们分成三段 就是又会有叉镜啊 鼻翼分割 还有一个底部的黑王纹的石头来当底部墙 然后再卡上一个双层放台的一个石材板 那这双层放台做成一个折板的造型呢 刚好跟我们的背景墙呢 还有我们的抽屉量体呢卡在一块 那它就会有上下的一个层放台 这两个层放台呢它有几个用意 下面呢可以有展示 台面的部分呢在餐厅本来就可以当台面来使用 或者是平常可以放一些餐具 可以展示的餐具 也可以放在这个台面上来当它的机能使用 所以展示收纳 那当然其实它的机能需求通通都满足了 那另外我可以看到后面有个穿透空间 放了一个餐桌 那那边是做什么用的 它其实是一个书房啦 那它本来原空间呢 是进到房间的一个中间空间 那我们觉得需要一个书房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吃一点足够的空间 吃完之后让它有足够的一个位置 来当所谓的书房 那因为它吃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说从公里域到市里域之间呢 我们还是希望它有点穿透感 因为它是一个小朋友家教来的时候 一个读书或是教学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会有书柜 会有书桌 那另外要满足小朋友的家教的时候 我们在墙面上还有一个白板 让老师来可以教学可以写白板 哇真的是我觉得把这个空间发挥的淋漓尽致呢 当然其实这个背墙 我们的展示墙的部分 我发现你也运用了这所谓的进退的层次感 打造出来它的对称 对因为我们中间要砍一幅大画 那这个大画会是整个空间 进到市里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端景墙面 而且它够大 那所以说大画砍完之后我们就用打灯 打灯方式就是利用墙面的一个进退 做一个立面的间接照明去打它 那它会有一个柔和跟达到一个 比较均匀的一个造化的效果 真的很漂亮 当然在我们的端景墙延伸到两头 其实就是我们的卧房 隐藏在我们的隐藏门当中 我觉得这隐藏门真的藏得很好耶 看不出来是房间 不过主卧房的这个隐藏门 它不是推进去耶 一般门都是往内推 铰链隐藏 然后面正面看不到的状况之下 它隐藏门的效果会出来了 可是因为当时我们退了主卧的墙 而且主卧我们希望说 旁边还是有一个贵妃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打开门呢 那时候我们一直在 study这个平面的时候 就是左开右开都不对 那后来我们决定说变外开 外开做隐藏门 它的技巧就难度也更高 就是说它用特殊的铰链 特殊的一个盘片 然后让它打开 还可以停在90度的位置 而且关上的时候能够 也跟内开隐藏门一样 能够自动回归到关门 密封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总监就是不畏困难 但是一定要达到这种空间 它的这个最完整的一个实用性 现代升华的设计手法 延续到三个卧室空间 还必须融入生活上的收纳机能 更展现了美学和实用之间的完美搭配 我发现三间卧房它都是套房的配备 那当然其实主卧房 我觉得它的收纳非常的强 有一个走进去的衣帽间 是那衣帽间一般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就是开放式的 那女屋主她觉得说怕说那个会不会有灰尘 那通常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说衣帽间我们可以在家玻璃门 就说我们玻璃门是关起来可以防一些灰尘 可是呢它的灯光一打的时候 里面的衣服还是很一目了然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再来它的化妆台 我觉得它的设计的线条也漂亮 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双面镜 好实用哦 对 因为整个空间 它以往的衣帽间可能都是长条形的 它是方形的 那方形呢我们希望说 那它的那个化妆台位置 可以做成一个中导的形状 那走路的时候不要撞到 所以就有点马蹄形的一个收边 对 那主要是说 那个镜子的位置 因为你是做成中导 所以我们做成铁件的方式 去释放中间的一个化妆镜 然后既然做了 我们就做两面的化妆镜 那这样的话 一边可以站着看那个镜子 一边可以坐着看那个化妆镜 嗯 不过旁边的柜体呢 它也可以收纳一些它的精品啊 或者它的一些手表跟饰品 对 到了小孩房同样也是套房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收纳也是相当的强 但是它运用的就是 你一再提到的进退 然后我觉得运用不同的材质 去堆叠的一个收纳柜 反而你没有运用系统柜 我蛮好奇的 我们不喜欢用系统柜 因为系统柜有一些问题 而且系统柜跟空间比较无法融入 对 一般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希望说整个柜体跟墙面呢 它是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整个空间 它会有一个一致性的设计感 就是说柜体它能够跟墙面 能够一起去设计 然后柜体不只是收纳 而且可以破出某些展示的位置出来 那这样整个空间的设计感 跟丰富性才会存在 那当然其实配上了所谓的定制的家具 我觉得就更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风格 跟个性了 软妆跟定制家具呢 其实是整个空间的灵魂 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个大空间呢 那我们一定要用定制家具来布置最后的一个收尾 尤其是像这种大空间呢 我们沙发一般在市售是买不到的 所以定制好这些尺寸呢 跟我们设定好的这些材料材质呢 才可以凸显整个空间 我们要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灵魂 像从玄关开始 一个玄关台 金属的一个架子 然后到客厅的一个多材质混搭 因为在沙发的部分 它不会可能就不会只有皮革或布面 我们可以多材质混搭 跟它的硕形 甚至于说我们不要什么 一二三的那种搭配方式 我们会用一种 它是组合方式的一个搭法 那餐桌也是一样 我们餐桌希望它的色滑感一定用实材 那这种东西呢 我们按照空间的尺寸 去定它的直径大小 最后这样加剧呢 跟空间的一个搭配的材质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整个空间完成的最重要的灵魂 所以我觉得总监 我觉得屋主他每一次找到你 都会从头到尾交给你去 完全信任的去配置 设计跟规划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呈现出最完整 而且正能够符合每一个家人 他们的需求 想欣赏更多张静峰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